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灭了 上 阿超 你可别这么说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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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再见再见 公安局的同志已经去了马俊桥 死者的尸首也找到了 明天他们就把彭金龙押走 我的任务完整了 我也该走了 陈磊啊 以后在农场这个地方有什么要求 你就尽管提 你抓紧时间回去写一个弹琴报告 我要给你一个最长的弹琴奖 来 大家停一下 这是简安谷同志 从今天起他就是你们第三劳动小组的成员了 他不是园艺队的吗 他嫌园艺队的活儿太轻 老留着力气逃跑 就会给他换换 下回再跑 就不是延长改造期限那么简单了 听见没有 你们这哪个床是空着的 那个床空着呢 好 以后你就住这吧 好 你们忙吧 走走走 写什么呢 叹琴报告 别写了 没用 这叹琴报告我都写好几回了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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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 准备在路上吃的 烟火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能不能跟我说说 五毛病 什么病啊 糖尿病 病发症 我姐来信书 正在抢救呢 准备什么时候走 还没想好 跟我保密 听我的 别逃了 你不是已经试过几次了吗 什么结果你也知道 一无间来信已经好几天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妈怎么样了 我必须走 这样吧 我替你想想办法 能想到我都想了 你能有什么办法 相信我 把这儿赶快收起来 这探亲假最长的也就十五天 我又多给你加了七年 您看 来 假期从明天开始算啊 车票我都给你买好了 来 不过这车票可不是无偿的 得从你账上扣 中厂长 来 这车票能不能退了 为什么 我不回送的了 程雷你 你啥意思啊 我不回去了 另外有个事我想求你 你说说 杨烟胡你知道吗 我想把这个探亲架 让给他 你跟杨烟胡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要让给他 他母亲病得很重 如果他现在回去 也许还能见上一面 陈雷啊 这件事 你可得好好想想 咱不说别人了 就说你自己 你跟你爱人分开 不好多年了 你来个咱农场 你回去过吗 你可别以为这探亲架 是那么好批的 有的人盼都盼不来 那个杨烟胡 都跑了好几回了 他家里确实有困难 可是有困难的 救他一个吗 你帮得过来吗 钟厂长 我错过了这次探亲架 我还可以再申请 可如果烟胡 见不到他母亲 他就会遗憾一辈子的 所以我希望 您能答应我这个请求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你说你的探亲架 刚刚研究通过 现在又得改过来 再说了 那个杨烟胡 要是一去不回 谁来负责 我替他担保 你替他担保 你担保得了吗 烟胡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我相信 他不会这么做的 那好吧 我考虑考虑 你让蒋烟胡写个报告 杨烟胡 杨烟胡 来 过来一下 厂长 周厂长 杨烟胡 这次咱们厂里 批准你回家探亲 那可是处于特殊的考虑 回到能场以后 你一定要好好地改造 听到没有 听到了 陈磊 来 你在这个担保书上 要签个字 走 前一伙 你看人陈磊 为了你的事 他做了多大的牺牲啊 你给他好好感谢人家 听到没有 听到了 行了 行了 干活去吧 去吧 好 行 不走了 钟上长 有个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吧 过一端日子 我能不能借这工具房用你呢 你有大什么主意啊 上一回赵岩 我爱人 来的时候 我正帮你们办案 没顾上跟他说几句话 这回我又回不去了 我估计 他心里肯定 不痛快 我想 让他再过来 所以 这工具房 你看能不能借给我 我布置布置 让他住 也算是 给他赔不是 陈雷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好吧 我好人做到底了 不过这回 你可千万别再 礼貌化太子了 一定 哥 别的我什么都不说了 以后 你要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蒋雁府一定没二话 你先不用急着谢我 这次把探亲架让给你 我也是 有私心的 上一次你嫂子来 我只跟她匆匆见了一面 还闹了误会 这次 如果我回去探亲 肯定会碰钉子 现在我想麻烦你 抽时间去趟松闷 把这封信 带给你嫂子 还有 如果 她愿意再来这儿的话 你得帮我把那工具房 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没问题 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8日出过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这些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 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爸 高局长怎么说 商业集已经开会通过了 同意接受陈雷 过几天接穿汗就下来 那太好了 陈雷真的可以回松嫩了 不生陈雷的气了 等他回来 我再好好收拾他 等介绍他下来 你去他农场 看看还要办什么手续 这点事一定要抓紧 现在形势变化很快 现在有很多单位的通知 不好好工作了 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 爸 有那么严重吗 秦主任 当上厕所做好了 先放开 赵妍 你看我这字 现在写得怎么样 还行吧 不行 还得练 以后写大字报 全市民都得看 不能马活 我觉得只要我认真练 一定能够写好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嘛 秦主任 还有别的事吗 你等等 带着 刚才他们都领过了 你不在 赵妍同志 以后可要积极一点 我们大安室所有的同志 都要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路后就要挨打 赵妍 有人找 靳正 我先走了 赵妍 想着带着 请问一下 你是赵妍同志吧 是啊 我叫蒋妍虎 立马和农场的 跟陈雷是一个劳动小组的 进屋说吧 好 陈雷哥 让我带给你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我 是 我 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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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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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一位 二位 郭老师 我刚见过天亮了 知道你忙 就没让他来找你 不能跟他们走 没事的 你不说了吗 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我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 挺想家的 这次回学院的 我正好能回家看看爸和孩子 走吧 你们能不能等我一会儿 快点 林亮 跟妈走 郭老师 太突然了 就剩两个红薯了 你要不嫌弃的话 就留在路上 舔舔肚子 其实这些年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比以前坚强了 虽然我们选择不了生活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选 那就是生活的态度 我想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倒 苏贼 你一定要答应我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一定要相信 明天会更幸福 等我安东好了以后 就给你和田亮来幸福 保重我 这儿怎么样 还行 你知道吗 我真担心你不来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你就会来 陈伟 结婚快六年 我今天 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我也是 赵远 你是个好妻子 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 我不许你这么说 在我心里 你是最好的 永远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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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言 洗脸 你今天怎么用劳动 我跟他们说 这两天让我偷偷来 你把眼睛闭上 怎么了 闭上 好了 看吧 这是什么 虽然回不了检察院 但是商业局也不错 你说呢 我能回宋嫩了 我能回家了 你去跟厂长说说 等手续办好了 你一块回家 赵妍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这就去找仲长长 好 陈磊啊 我已经请示过了 上面已经同意 结束你的下方劳动 不过 在领总之前呢 你要办一个简单的手续 什么手续 在这份意见书上 你按个手劲 你就可以离开了 怎么样 有问题吗 这不对啊 我不是苏修特务啊 这上面怎么写的 出去以后永远不许申诉呢 你也别那么较真 这不就是一个简单的手续吗 我如果在这上面按了手样 我就等于承认了我是苏修特务啊 那我以后就说不清楚了 陈磊啊 你应该先获得自由 然后再慢慢地想办法 纠正自己的苏修帽子问题 钟长长 你怎么不明白呢 我是清白的 我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行 我不想一辈子 背着苏修特务的罪名 你怎么这么倔呢 你如果不按这个手印 你就回不了宋门 是 我知道 政治清白很重要 你有你的原则 可是这人 你不能总为原则活着吧 别再犹豫了 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为赵妍同志想想啊 别保证你那个原则了 他不能当饭吃 这回要是卡在这儿 你再想离开农场 遥遥无期了 陈磊 好像以负民 insulation 武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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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续办好了吗 什么时候去买火车票啊 怎么了 是不是他们叼叼你 不给你办手续啊 那你那么紧张干吗呀 赶紧收拾收拾 我们去买车票去 我爸都说了 那好几年没回去了 等你一回去 就跟你聊个三天三夜的 还有续成跟秀娟 等着你给保健买礼物呢 你可不准小气啊 赵妍 你等着我 我回来咱们一起去买车票 你去哪儿 我 我 我 庆长 庆长 那封一件书呢 我签 我头一件 你看到刚才那辆卡车了吗 怎么了 完了 什么完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拿走了 所有的文件和资料 你的事 我不能为力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找他们去 谁 不是你一个人 这次宣布解除的 劳教和下方劳动人员 都不能离开农场 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 张言 对不起 还记得那会儿 在松诞的时候 我老躲着你吗 现在回想起来 那会儿的每一个片段 都是那么温暖 我总在想 当我们能够 朝夕相对的那个时候 我一定要把失去的 都不忠悔了 可现在我忽然有一种恐惧的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是核桃 我感觉我就走在一个无尽的地道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后来我又想 我们不应该怎么悲观 即使有一天 我们都不在这个人世上 但是我们曾经真诚地相爱过 这就是最幸福的事 这些人人我拖累你了 不许你这么说 既然是夫妻 就应该同甘共苦 章言 你去哪儿 你先睡吧 原来之前 我跟彦虎 去山里放了一些山坡 我去收拾一下 明天你走的时候 给爸带上 我不走了 别说傻话 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 真的 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好不好 我闪光了 既然你不能回宿内 那我就留在农场 只要能天天看到你 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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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 你别让我走 赵燕 赵燕 我这次回不了松任 我相信是暂时的 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 可是爸 他年纪大 身体又不好 别再让他担心了 现在农场这儿这么乱 我估计松任也差不多 爸已经是市委领导 每周更会受到冲击 明天就照顾他 上车吧 回去照顾爸 好 上车吧 陈雷 我爱你 永远 赵燕 我也永远爱你 永远 永远 来 张继承在不在 整科长不在 哪儿去了 出去执行任务了 有什么事 我们是阁委会的 现在怀疑他利用职权 将反革命家属 出为烈士遗属 冒领复约金 我们要对他进行调查 你现在就到大门外去收着 如果他回来啊 马上把他带进来 我们要工作 你这工作先放一放 好 那你们先坐一坐 去找找 张继承 革命委员会的人 正在找你呢 什么事 说有一笔抚续筋的事 要调查你 我知道了 你去跟他们说 就说我还没回来 好 修军 拿着这个地址 去找一个叫韩苏珍的人 通知他马上离开 让赵燕陪着你 这韩苏珍是什么人 以后我再跟你解释 各位会再抓他 许诚 你得告诉我 要不然我怎么跟他说呀 你就跟他说 以前给他发的困难补助 是我发的 发错了 让他赶紧走 来不及了 许诚 这次听到医生了吗 乘客了 你只好人生了 你知道吗 你自己有什么事 你都没有什么事 没看见 还有别的事吗 我们也别在这儿等吧 回头派警救人到我们家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有人找你 葛伟会 葛伟会找我做什么 许诚说困难补助发错了 葛伟会正在调查 困难补助是明镇局发的 跟张许诚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我不清楚 既然许诚特意让我们来一趟 就肯定是事情很急 我看你还是避一避吧 事情没有弄清楚 让我怎么相信你们 你不相信我们可以 可续成他是你的朋友 你总该相信他吧 张续成不是我的朋友 好 先不管西城是不是你朋友 他自己现在有麻烦 还让我带着孩子 大老远的特地过来通知你 如果不是你真有危险 他至于这样做吗 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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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妈 他们是公安局的张科长 叫我过来的 那张科长现在怎么样了 王大妈 困难补助的事 到底怎么回事了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你那困难补助 是张科长以劣势复习金的行事 为你争取的 就为这事 张科长也被牵连进去了 你怎么没告诉过我呀 好了 不说了 可委会的人已经来了 现在正在居委会等着呢 苏贞 你和天亮 赶紧出去躲一躲 天亮 快收拾东西去 去吧 那我们先走了 一路平安 谢谢你妈 谢谢啊 王大妈 我不知道该往哪躲 躲得越远越好 千万别让他们找到你们 我知道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拿着 拿着 你拿着 我不能要 什么都别说了 苏贞 我就不送你们了 等你们到了安全的地方 就给大妈写封信 报个平安 我知道 对了 我说信 我还差点忘了你 这是今天早上收到我 看着信封上的字迹 好像是郭老师写的 就是的 你 苏贞 抓紧时间 我得到居里会去了 路上保重 你也保重 小峰 叫马至宅 幸福 优优独播 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